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帮助我们加强自身的信仰 自圣方济阁萨乌略于公元1549年 在日本侵拨圣道的种子后 圣教在福商三岛蓬勃发展 三十八年后即公元1587年爆发教难 执政人员令修士限期出境 但传教人员仍坚守岗位秘密传道 1597年有二十六位神父教友被捕 在长崎附近殉道 其中有六位方济阁会会士 圣伯多路 圣马尔定 圣方济阁白兰国 以上均为西班牙人 圣菲利伯 墨西哥人 圣公撒路和西亚 三位耶稣会士 日本籍的圣保禄三木神父 和两位日本籍福利修士 圣若旺和圣雅各伯修士 其余十七位殉道者 军系日本籍 属方济阁第三会 他们其中有一位军士 一位医生 三位是十三岁左右的孩童 常随从方济阁会士伏济 这些殉道者中 有二十四位被割去佐尔 劫往各层幽阶 到了长崎的刑场 手足用绳索捆在十字架上 行架排成一行 相距约四次 一声令下 被长毛刺史 如此悲壮的集体殉道 在东方传教史上 写下了光辉的遗言 这二十六位殉道者 于一八六二年六月六日 经教宗笔约九世 荣烈圣品 当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都显示了令人惊奇的刚毅 巴修斯和罗德里二位神父 相继劝勉他们坚持到底 传教区的监督神父 仰慕望天 身体一直不动 马尔定修士高歌圣勇 感谢天主的慈善 并加唱对达勇 上主 我把灵魂托付在你手中 方济薄朗修士 也朗生感谢主恩 拱塞福修士 高声念天主经与圣母经 我们的宝露三目神父 看见自身站在最光荣的讲坛之上 这是从未有过的 他首先向四周的人宣布 他是日本人和耶稣会士 他是因宣讲福音而受死 并因这卓绝的恩惠而感谢天主 然后又加上了这以下的话 我既已来到了此刻 我想你们中间谁也不会以为 我愿意欺骗你们 因此我向你们宣布 除了基督徒所走的道路以外 没有其他得救的途径 基督的教义既教训我要宽恕仇人 我就甘愿宽恕国王和一切迫害我 得罪我的人们 我请求他们也领受基督徒的洗礼 于是他的双目回顾他的同伴 并鼓励他们在这至高无上的战斗中 要坚强到底 众人的脸上都显得喜气洋洋 而以路易修士为罪 当某信友告已不久之后 他就可以升天 他以双手和全身的动作 表示他满心高兴 吸引了旁观者的视线 正安道在路易旁边 双目注视天空 口呼耶稣和玛利亚圣民之后 开始唱圣勇 儿童们请赞颂上主 这是他在长期要礼班学会的 最后其他的人 和颜悦色的反复念着 耶稣玛利亚圣民 也有些殉道者 劝勉在场的群众 度一个相称于基督徒的生活 他们利用这些和其他类似的行动 表示他们将不久于人世 然后四名柜子手 拔除日本人所用的长枪 刺死他们 在此恐怖的景象下 所有的信友都高呼 耶稣玛利亚 揭叹哭之声 上大于天 最后 柜子手在极短的时间内 在每人身上 刺了一枪或两枪 而杀死了他们 弟兄姐妹们 为了真正生命的价值 一切痛苦都是值得承受的 您如何活出生命的价值呢 您能承受多大的痛苦呢 愿天主祝福你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